嗨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去后面那个山顶上 把一个月前送过去的神兽借回来 这石头是特别坚硬的 很容易划破轮胎的 每次来这里都是要纠结半天 要不要开车上来 现在已经到山顶了 还要沿着这条小路上去 刚刚给我姑婆打电话了 她不在家 叫我自己把这个小羊牵回去就可以了 养了很多鸡啊 这么多 还认不认识 这是羊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妹妹 你看这只羊对我说的话还是有反应的 其他羊就一脸懵逼看着我 让大家看一下我家那只神兽 妹妹 妹妹 这只就是我家的神兽 你看着我 好 过去 又养了很多了 还不肯回去的 走 回去 回养日常去 走 回去 回去有好吃的 就这样子绑着 这个是为了防止他跳车 大家看一下 小羊已经接回来了 但是羊身上羊稍微好重了 这个羊离开养殖场有一个月了 是送去配种的 现在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配到种 这个羊和羊群在一起 比铃银来说是要养肥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和之前肥肥的样子差太多了 现在都瘦了很多了 接回来前几天就要养在羊圈里面 要不然我就怕他又跑了 我还是希望这只羊配好种了 到时候可以生羊宝宝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啊 拜拜